陌生男女来到荒岛,挑战也在求生21天,菜单非常丰富,不仅有一锅螃蟹,还有蚯蚓大的辣条能吃,吃你的,海边还有不少海胆能换着吃,运气好的话,连张玉都能抓回去出来吃,这里就是厄瓜多尔的某个孤岛,表面看起来非常适合度假,但是附近是鲨鱼的地盘,海岸边经常受到潮水的袭击,没什么人会来游玩,也就铁柱和宝儿姐被忽悠来到这里,宝儿姐是一名叫人骑马的教练,非常擅长狩猎和生活,过来就是想证明自己不比男人� 而他的搭档铁柱喜欢吃脚旅行,掌握了不少求生技能,他还是第一次光着身子到野外求生,想想都觉得刺激,两人很快就脱光衣服来到目的地会面,他们简单的交流过来,刚准备离开时,没想到冒出个撞山的,这个男人叫小帅,由于节目组经费有限,所以直接安排三人挑战,他本身就喜欢极限挑战,希望这次能够顺利完成挑战,铁柱和宝儿姐没有想到节目组这么高,在野外多一个人,生存难度就越高, 现在只能抓紧时间穿越丛林到海岸那边看看,丛林里到处是蚊子和蚂蚁,加上荆棘,可把他们烦得不行,一边行走一边收集有用的材料,他们还发现了水源,现在只需要找到地方搭建住所休息,眼看天色不早,这里刚好不错,简单商业后,大家分头行动收集材料搭建住所,毕竟有两个猛男,很快就将住所完成得差不多,这里比想象中要潮湿,铁柱湿了好几次都没能将火点燃,宝儿姐突然想到有个绳子,拨开后, 更容易点燃,果然一下子就燃烧起来,他们终于可以将水煮沸喝,第一晚感觉还不错,大家有说有笑的在那躺着聊天,然而到了半夜下起了大雨,赶紧起身保护火堆,他们睡已全无,轮流为时火堆燃烧,今天要将住所完善,确保不会被雨水淋湿,彼此之间的合作非常顺利,感觉完成挑战没什么问题,然而小帅砍伐竹子时弄伤了手,立刻呼叫医生过来,伤口比想象中要深,在这里非常容易伤口感染,医生只能将伤口缝不起来, 这时候不能触碰到海水,没想到,才第二天就失去了一个劳动力,夜晚又下起了雨,幸好庇护所已经加固,倒也不用担心领域,早上醒来还能喝一杯茶,如果小帅没受伤,这馆还不错,是时候看看海岸边有什么能抓来吃的,下去的路并不容易,石头有些滑,只能慢慢爬下去,刚下来就发现有海鲜能吃,沿地上还有不少螃蟹能吃,这里实在太棒了,到处都是食物,趁潮水还没来,赶紧带上食物回到营地,将螃蟹放到锅中煮熟, 若是少了点,不过味道还不错,也不知道是不是螃蟹的问题,宝儿姐到了晚上非常不舒服,整晚上吐下剑,被折磨得不行,好家伙,这才几天,小帅和宝儿姐都出现了问题,现在只有铁柱感觉还不错,也不知道他们能否顺利完成挑战了,谁能想到岩壁上这么多螃蟹,这两个男人硬是一只都没有抓到, 不得不返回营地重新商量怎么狩猎,就在他们探讨时,突然有条蛇出现,这可把小帅吓坏了,凑近一看,原来是条小蛇,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蚯蚓,实在太小了,赛牙缝都不够,考树后也就只能每人尝一口解解馋了,宝儿姐感觉身体好了点,打算独自一人到海岸边找到吃的,水里有不少鱼,但是没有办法抓到, 这一趟下来吃的没有找到,反而把自己脚弄伤,他还得想办法回到营地,每走一步都非常疼,为了不少功夫才上去,身体变得更加糟糕,早知道还不如待在营地休息,铁柱和小帅没想到宝儿姐脚受伤了,赶紧让医生过来看看,经过检查后这脚只是扭伤,休息一下就好,但是脱水的情况很严重,就连河水都变得非常困难,现在情况实在太糟糕了,铁柱和小帅尽可能收集新鲜的水,让宝儿姐身体好瘦一点, 下一天只能待在营地里休息,没有机会找吃的,肚子饿得不行,好不容易才等到雨停,小帅立刻去收集木柴,让身体冻起来,然而手的情况并没有好转,在第九天,小帅实在受不了,一天到晚都在下雨,整个人憔悴了不少,他现在只想回家好好休息,虽然铁柱和宝儿姐不断鼓励着小帅,但是小帅还是想离开这里,临走之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,帮忙编织于篮子,现在是时候呼叫节目所过来了, 小帅希望他们能够顺利挑战完成,告别完小帅,铁柱还得继续收集木材,宝儿姐有点怀念第一天晚上有说有笑的场景,铁柱和宝儿姐拿着鱼篮子到海边看能否抓点鱼,刚好是退潮的时候,运气好的话能捡到不少食物,宝儿姐用鱼线钓鱼,铁柱用鱼篮子捞鱼,两人效果都不是很好,只能找些容易获取的食物,铁柱发现这里有不少海胆,虽然没什么肉,但是能恢复不少营养,宝儿姐的身体并不好,只能坐在一边看着, 铁柱收获到一锅海胆已经相当不错了,两人赶紧回去营地好好品尝,不过为了安全起见,先让医生过来检查看看,长时间肌肉导致身体虚弱,建议吃点东西让身体缓缓,现在有水有吃的,铁柱感觉生活过得还不错,要是宝儿姐身体能好起来就更好了,她只能勉强将食物咽下去,反正铁柱吃得很欢,到了晚上,宝儿姐感觉浑身痛得不行,天一亮,医生就过来检查,情况并没想象中糟糕,医生觉得她还能再坚持坚持, 宝儿姐可不想再这样折磨下去了,还是决定让节目组带她离开,现在就剩下铁柱,也不知道她能否顺利完成挑战了,这个男人原本还有两个搭档陪伴,一个开局弄伤了手,另一个上吐下线,而她只是觉得肚子有点饿,现在就剩下自己,要打起精神继续挑战,之前能看到海胆的都看不见了,只能找来一下罗肉当诱饵,希望能像鸟一样找到吃的,王乐的半天一点吃的都没有看到,没办法还是回去营地好好休息,基本上隔几天就下场大雨,庇护所已经有点漏雨, 铁柱收集棕榆叶一层一层网上的盖住,还打算用石头建造反射墙,让自己睡得暖和点,最重要的还是食物问题,就在她想着回到海岸找吃时,有什么东西在眼前路过,可把她残哭了,赶紧到附近准备点简单陷阱,只要踩钟,她就能饱餐一顿,想法是挺不错的,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,这几天铁柱在海岸没有找到什么吃的,饿得只能在木头中找点牛肉带回去靠,虽然看起来有点恶心,但是味道挺不错, 铁柱现在有点想自己的亲朋好友,回去第一件事肯定是大吃一顿,距离挑战结束还几天的时间,折天照就到海岸寻找食物,发现这里有只大章鱼,赶紧拿起武器慢慢靠近,抓住机会狠狠戳戳过去,以及就像这家伙制服住了,这么大一只章鱼,足够让它坚持到挑战结束,赶紧将这章鱼处理干净,除了内藏不能吃,剩下的肉放到锅里煮熟, 铁柱闻着肉香早就馋得不行,等了有段时间,终于可以试试这里的章鱼如何,铁柱切下章鱼肉,放到火上烤一烤,立刻变得更香了,这是它来了这么多天,吃得最丰盛的一天,可惜小帅和宝儿姐都不知身边了,吃到落后整体人精神了不少,就是不知道撤离的时候,体力能否支撑住了,最后还得在大浪中游泳,要消耗大量的体力,铁柱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,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撤离的日子,根据地图显示,撤离点距离海滩并不远, 它还要穿越丛林,看起来地形有些崎岖,临走之前不忘香火灵灭,铁柱还真有点不舍这引地,希望其他人过来能用,现在刚好处一滴潮汐,得抓紧时间离开这里,幸好这一路走过来都没碰到辣条,很快就看到了海滩,下去还得费些功夫,让了贿赂,成功来到海边,海浪比想象中要大,铁柱一边躲开巨浪一边前行,前行的速度并不快,一直被网推,得回节目组的船来得早,不然真就要失败了, 现在铁柱只想将告诉告诉小帅和宝儿姐,自己完成挑战,然后躺在床上好好睡一下,也不知道还有谁会过来参加呢?